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你今天好不好呢? 又到了知心姐姐跟你相遇在爆米花的时间 今天知心姐姐要跟你分享一个大人的回忆 成年的大人,他们的人生比我们长得多 他们也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如果问问他,回想自己的人生 有没有经历过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你想,他们会回答什么呢? 是很可怕的事,还是很开心的事? 如果问问你呢? 亲爱的弟弟妹妹,就你目前短短的人生来说 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你最为感动,印象深刻的事? 如果你愿意跟我分享的话 邀请你一定要写信给知心姐姐哦 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故事吧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里 全世界有史以来 曾经发生过人类社会所进行的规模最大 伤亡最惨重 造成破坏最大的全球性战争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发生在西元1939年到1945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有一个美国军人从战场上得胜归来 许多乡亲父老以英雄式的场面来欢迎他 为他的归来办了一个欢迎派对 在这场庆祝会当中 一位好朋友就问他说 你在战场上这么多年 常常驾驶飞机出身入死 一定经历了很多难忘的事吧 这位美国军人他想了一想说 有,有一件事情让我终身难忘 大家瞬间都静了下来 想要听听他会分享一些什么 轰轰烈烈的战地故事呢 这位军人就娓娓谈起了一次 让他印象深刻的经验 曾经有一天轮到他休假 他就搭上车跑到了巴黎去玩玩 上车以后他看到了一位老妇人 身穿破旧的衣服有点驼背 脸色黄黄的 行动有些不便 他看到老婆婆带着很重的行李 正要下车 觉得不忍心 就走了过去轻声细语地 对老妇人说 老奶奶,我帮你提回家吧 老妇人非常感激他 他又再一次说 老奶奶,要不我陪你走回家吧 他就真的一路提着老婆婆的行李 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才到达了老奶奶位于乡下的家 老奶奶的房子 一看就知道是清寒家庭 不过一进入这个乡下的乡村 就能够感受到一股祥和的气氛 虽然村民们 大家都埋头工作 但是只要有人看见老奶奶回来了 都自然而然地站起来 对她挥手 打着招呼说 回来了 连小朋友也都会跑出来 要老奶奶抱抱 这个村子里 不管年纪多大 多小 大家都对彼此露出开怀的笑容 很感动 进来 这位美国士兵说 他原本是想要一个人到巴黎的街头 看看时髦的生活 好好的玩玩逛逛 没想到还没有上车 就为了要帮助这个老奶奶 一路走到了乡村地方 这位士兵说 他看到了乡村的祥和生活 不禁想起自己 每天都架着战斗飞机 投掷炸弹 不晓得伤害了多少生命 又破坏了多少人的房子 想到自己平常的工作场所 就是紧张又激烈的战场 现在他却置身在一个 温馨又祥和的小村庄 这个强烈的对比 让他终身难忘 就当他把老奶奶的行李放好 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老奶奶诚恳地拉着他的手说 来来来 我一定要请你喝杯咖啡 然后就拉着这个美国士兵的手 走到了村子里头的一家小咖啡店 那真的是一家很小的店 店里头的人看着老奶奶 拉着一位美国士兵进来 立刻围了上来 很好奇地想要知道这是谁 老奶奶立刻向大家介绍 你们知道吗 刚才要下车的时候 就是这位年轻的士兵 帮我把行李拿下来 还好心地帮我一路提回家 让我不必累得气喘湿湿 我太感谢他了 咖啡店里头的这些人 一听之后都开心地鼓起掌来 大声地赞美这位美国士兵 有人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他说 我们也感谢你 你帮助他就是帮助我们大家 我们下期见 这个美国士兵在庆祝会上 跟大家讲起这段事迹 眼眶忍不住泛泪 大家原本都期待 他会说些在战场上 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 或是生死存亡之际 多么的危险 没想到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竟然是平凡又温馨的乡村生活 对这个美国士兵来说 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帮一位老奶奶提行李回家 后续的发展却让他终身难忘 其实亲爱的弟弟妹妹 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周围 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故事发生 只要愿意用心 愿意多为别人想一想 每一天都能够发生 让我们感动的温馨事情 就像前阵子 这新姐姐听见一个新闻 在广州 有四个小朋友放学的时候 走路走啊走啊 不小心撞到了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跌了一跤 坐在地上站不起来 这四个小朋友赶快向他道歉 把老人给扶了起来 这个跌倒受伤的老人 并没有要小朋友赔偿 反而跑到学校里去 又跑到报社去 希望大家都来表扬他们 因为现在社会上 愿意有礼貌的道歉 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亲爱的弟弟妹妹 如果是你 你愿不愿意帮这种 举手之劳呢 知心姐姐知道 社会上有很多 不安好心的坏人 他们故意假装跌倒 只是为了要陷害别人 这样的坏人 当然非常不应该 但是这也不应该成为 我们不愿意帮助别人的 所以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 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 如果环境是安全的 我们就应该要 勇敢地帮助别人 有时候我们得到的收获 反而远远超过 我们所付出的举手之劳 愿上帝祝福你 带领你 成为一个既有勇气 又有爱心的人哦 我是知心姐姐 下一次爆米花 我们空中再见 拜拜 听着吃我好跟机 不怕暴风来清醒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 我是小小时间家 西海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敏感 每天培养好敏感 跟着学习或选择 听着吃我好跟机 不怕暴风来清醒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们都好特别哦 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唱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寡人怎样看着你的脸 你很特别 深爱世人没有分别 你很特别 你很特别 自己花朵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寡人怎样看着我的脸 我很特别 我很特别 深爱世人没有分别 我很特别 自己花朵开满心里面 自己花朵开满心里面 只要相信身在我们 就是很特别 自己花朵开满心里面 我感谢你